大家好,我是路遥,今天用面粉的最好吃的 准备300克普通面粉 加入3克食盐增加精细 用凉水来混面,边倒边搅拌 搅成棉具状,下手油成面团 再把它稍微擀一下 擀成一个厚一点的面饼 再把它切成小方块 取一个盘子,在底部刷上一层食用油 再把切好的面饼放进来 在面饼的表面也刷上一层食用油,锁住水分 用保鲜膜密封,饧面一个小时 饧过的面团也展现非常的好 把它撑长 加一锅开水,放入一小时用圆 把面条放进来 把土司浮起熟透,捞出来 放上两颗看熟的青菜 一小小蒜末,少许白芝麻 小半小辣椒面 再放点面油 再加入少许盐 生抽 少许白糖 再来点香醋 把它拌匀 面条这样子做,香辣开胃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谢谢 谢谢